张婷 欢迎光临 朋友在那里 好 那边请 谢谢 对啊 不好意思 朕益贞 好久不见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神隐少女 也变熟女了 你可不要 有了老公就不要我们这些老同学了 我才不敢呢 是因为有了老公 很多时间都不是自己 跟荒大都很忙 老是重不在一起 也对了 来 坐我旁边 来 坐下来 怎么了 干嘛定着我看 你保养得真好 看起来跟以前没有什么不一样 果然是幸福的家庭主妇 不像我们几个 每天在办公室里累得跟狗一样 难怪老得快 没有 我没有你们说那么夸张 想当初一针 可是我们班的第一名 那个时候我都想 你一定是一毕业 就会变成我们建筑业的女强人 结果没有想到 也是我们里面第一个嫁的 完完全全是为了家庭放弃的事业 真的很不简单 只要人家老公回他就好啦 一震 你跟绍文学长 现在有小孩吗 还没有 所以说你跟学长两个人 还在享受两人世界 这样真的很不错 你从美国回来找到工作没 我跟一个伙伴在筹备事务所了 很快就会成立 所以到时候开幕酒会 你们每一个都要给我来 云娟 你这样好厉害 你把我们所有人的梦想 现在完全实现你 对我而言 建筑师这三个字 不在乎有多少代表作 而是在于 能够让多少人 因为住进了我的建筑物里面 而得到了温暖还有舒适 一真 你记得这些话吗 是你在读书的时候跟我说的 没想到你都还记得 当然记得 这些话这么好 而且之后有一些媒体的朋友 说要杂志采访我 这些话你卡借我用 我觉得以后我们应该常常多聚会 这样我们就可以交流一下 建筑业的资讯 对 我们女人毕竟在这一行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团结 而且互相交流情报 太棒了 说得很有道理 反正大家都是同学 我们互相照顾嘛 不好意思 我老公打来的 我接一下 老公 我真是没有想到 一阵你现在跟上一身上 还是每天都脸皮皮 是 对 我接一下 来 慢慢讲 别急 我要是能像一阵那样 早点嫁人乐该有多好 你看她穿着光鲜亮丽的样子 你像个贵妇 是吗 我今天晚上会加班她很晚 你先睡不要疼我了 我知道了 好 那我去忙了 再见 你们怎么知道上文学长跟乙珍一定很幸福 拜托 她嫁的老公那么好就像动乐托一样 怎么 乙珍还不满意 还是说你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八卦 还是说来听你啊 其实就是前几年我们去美国读硕士的时候 那时候上文学长是学生会的会长 那时候她那个人那么热心 所以对我们这些刚到美国 乙珍对不仇的学弟妹就特别的关心 结果就有一个女同学 跟她走得特别的近 那时候 不在留学生的圈子 都传说她们两个偷偷的交往 甚至有人在路上看到她们手牵手的逛街 真的假的 可是那时候一针跟少文学长 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 怎么她暗中搞得对 所以你一个抢人家男朋友的小三 到底是谁啊 对啊 是谁 是许以倩 许以倩